公司聚会 领导说 你喝一杯白酒 就掌心一千块 你应如何应对 因为我一般都不喝酒的 那所以你会怎么说呢 那个领导 我不会喝酒 我不会喝酒 完全没有情商可言 我觉得他情商很好 因为我也不喝酒 所以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说我也不喝酒 我觉得是这样 看你在这个公司里 待多长时间 如果你要待一年的话 就无所谓 反正一千块钱 对你来说不重要 如果你要待五年十年 你真的不喝 别人也会知道 因为我本身 就是一个不喝酒的人 我在公司里坚持了五年 终于他们现在 不跟我喝酒 如果领导叫我喝一杯酒 掌心一千 用情商说法 就是领导喝酒 就是喝酒 是情感 而不是攒钱 今天就算我喝八杯四杯 我都不会要你攒工资 攒的是能力 而不是酒杯 这个老狐狸 如果是我 我就跟领导说 你喝我一杯给你一碗 但明显的 我们今天那个熊三华 他的性格 他就说不出来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一种很自然的 骨子里的本能 简单淳朴 你在正规的公司待过吗 他的制度管理流程 三下巴体系 都有过体验吗 都有 我现在上半也是 你抖音号为什么没玩好 你告诉我 可能是自己本身也就 就那样了吧 刚才你两个在台上 那种真确的人间真情 比所有的好声音好 好多了 美好多了 很打动人的 很真实 是这样的 老师 是我们的现在 现场唱歌歌 那个拍视频 完全是不一样 拍出了视频 可能是会 会把这个味道又变了 你抖音乐 最好的播放量是多少 十多万吧 开播过吗 有我一切有 有个直播 不不好 因为也就是 几个人在那里看 然后也 完全都是死人 你也不是那种 聊天的主播 聊不起来 聊天 我又聊不起来 那肯定不是那种聊天性 但我觉得 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他 我他学个老师带他 对 他把刚才 他那个有策划性的 把他们两个人的那种互动 那种真实的情感流露 对吧 我觉得一定很打动很多人 起码我愿意去直播 看一看 我觉得 他可能真的 不太适合做直播这件事 因为他身上 没有表现性人格 他没有很强的表现欲望 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但不是求职 就类似于像陈薇啊 他们做活动啊 对吧 在做夫妻亲密关系的 那种活动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特要嘉宾 来表演 你现在这个工作 还在职吗 在职 在职 那我是让你冒险呢 还是不让你冒险呢 我很尴尬 你现在在职 这个一个月收入 大概多少 五千 你老婆收入多少 也是五千 那两个人有一万收入 我觉得蛮稳定的 你就不要折腾了 否则我就给你留灯 我就会把你带到上海去 但是带到上海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你 你知道吧 你愿意去上海吗 我对你下不了手 我不是要离开这个故事 我并不是要离开这个故事 我的意思是 你在我工作机外的 能不能有一些活动啊 你是找兼职来的 我们这儿不找兼职 这样吧 你待会儿台下可以找找成为 他们看看有没有商业演出 来 第二轮选择 虚口流 他来找兼职的 但是台下呢 可以跟诸位有商业需求的企业家们 留一个联系方式 在工作之余 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演出 好 祝你们幸福 再见 最大的生活是让各个人了解 我们民主为话 反正我觉得有没有成功都没事 自己努力了 就是 也好 我